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在棺底铺上三层金丝串珠绣花锦绿和一层珍珠 共厚一尺多 头部上手放置一个脆壳叶 满绿壁透 精致无比 叶面上的金绿不是雕琢之宫 均为天然长成 脚下安放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 瓷洗湿制和叶莲花之间 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挂 头戴珍珠串成的凤管 灌上最大一颗珍珠重刺两大 如鸡毛 世间世间难得的瑰宝 价值一千万两百银 它盖着钦被上有珍珠堆制成的大朵牡丹花 手朵是用钻石镶成的一大朵菊花 和六朵小梅花连贯而成 身旁放有金 红宝石 玉 翠雕佛叶 各二十七吨 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 甜瓜二个 白菜两颗 还有宝石制成的陶 礼 缝 枣 二百多个 那翡翠西瓜为绿皮 红毒 黑子 白丝 翡翠甜瓜一对是青肚白子黄壤 一对为白皮黄子粉壤 两颗翡翠子都是绿叶白心 菜心上扶着一个满绿的锅锅 对叶旁停落着两只黄色马蜂 慈禧尸身左行 放着一只玉石制成的莲花 三节字玉石偶上 有天然的灰色泥污 结束生出绿和叶 开出粉红色莲花 还有一个黑玉石笔记 尸身右侧 放着一只玉雕红珊瑚树 上绕青根绿叶红火的盘桃一只 腹顶处停落一只翠鸟 这些珍品 均细天然料雕成 达人师选料就极为难得了 更不用说够 丝之将心独运 雕卓之巧夺天工了 另外 尚有玉石骏马八吨 玉石石八伯汉等等多种宝物 共计七百多件 当宝物炼葬完毕 又倒进四升珍珠和红 蓝宝石二贯二百块 填补棺内空隙 四升珍珠中有八分大珠五百粒 二分珠一千粒 三分珠二千二百粒 宝石与珍珠约值银二百二十三万两 这满满的一关七珍一宝 到底价值多少 据当时人估计 不算皇亲国妻 王公大臣私人的奉献 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 即值五千万两百银 至于这些珍宝的艺术价值 那就更是无法估量 可谓价值连城 慈禧太后这一句观果 其珍宝之夺 贵重之据 堪称世界之罪了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主题